你說的電索要讓草蓋蓋住 紅苔來不知道要怎樣 支柱一定讓草蓋蓋過的電索 說現場中是沒有來越過上去 原來是由六月車上很高 台電公司都沒有人給他作為 六月車的時候我去拿完台電 來幫我們看看 也沒有人搭好 現在我怕說我們的紅苔記的時候 草蓋去抵抵電索 或是說沒辦法我們的電索 對我們的記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再來停電作成我們民眾的不方便 所以我希望台電的部門幫我們做一個處理 讓我們民眾更安心 六個香港現場 十五月五日一中療路 草蓋蓋過的電索 已經不是一個月前的事情 記民一再歡迎 讓煩惱放好一段 第二電索收發電 讓在地上百貨的記民都相當煩惱 要負責到手裡就會怕到打電 他的手裡如果沒有照是他會倒下來 倒下來的是民眾剛才電索 電索倒到的時候 會燒發電 燒發電 我們也不怕燒了 因為他算手裡落的時候 他會燒發電 我們不是五電 待會去電就麻煩了 那幾年差不多四五年有了 四五年以前 四五年以前 我就算一個老百姓 比較 比較低的所謂 我就算一個老百姓 我已經算 寄一邊過 寄一邊之後 後來又四五年長大 所以說這一定要電力公司 讓我們處理 也因為這條道路有在管道領頭 那麼管理民情也支持 因為手機這麼小地霜 應該給予專業人數處理 當然也建議民眾 若是發電相關的情形 可以直接向幹部出歡迎 將會盡受統治 台電情報感染 如果發生意外的話 會變成台電公司 會涉及到公共危險罪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希望 這個颱風要來了 希望台電公司 就是要動員他們所有的人力 趕快去對電線的卡 電線的報告的訴訟 趕快去修剪 須到風台進入台灣 在這幾年是更加煩惱 就希望相關黨委 可以重視並協助處理 記者要做到長報道